嘟啦睡前故事 最好吃的蛋糕 鼠老大说 哦,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我们给她买个蛋糕 让她高兴高兴 哦,好啊好啊 鼠老二和鼠老三齐声说 老大,老二 老三好不容易凑起了一小把硬币 来到商店 鼠老大说 哦,我们要买个最好吃的蛋糕 售货员数了数硬币 说 嗯,钱不够呀 不过可以卖给你们一张大饼 好心的售货员 给了他们一张挺不错的大饼 老大,老二,老三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鼠老大拍拍脑袋说 我们想办法把大饼变成蛋糕 嗯,怎么变,怎么变啊 鼠老二,鼠老三瞪圆了小眼睛 鼠老大拿出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的奶糖 融化开,浇在大饼上 哎,多好呀 一股香甜香甜的奶油味 鼠老二想了想 拿来一片大红肠 轻轻地放在大饼上 他不好意思地说 嘿嘿嘿,我只咬过一点点 嘿嘿嘿,妈妈看不出来的 鼠老大肯定地说 鼠老三呢,采来一把五彩缤纷的鲜花 一朵朵摆在大饼上 哎呀,好像看不出这是一张大饼了 三只小老鼠非常满意 越看心里越高兴 轻轻推开妈妈的门 三只小老鼠齐声唱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哦,这是哪儿来的蛋糕呀 妈妈惊奇地说 嘿嘿,我们做的妈妈 快尝尝吧,妈妈快尝尝吧 妈妈轻轻地咬了一口 她一下子就明白了 哇哦,真好,真好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蛋糕 妈妈开心地笑起来 小朋友,这个蛋糕 虽然是大饼做的 但你们知道 鼠妈妈为什么那么开心吗? 因为啊,这里面可都凝结着 她的小宝贝 鼠老大,鼠老二,鼠老三 对妈妈一片真诚的爱 还有她们开动脑筋 为妈妈制作生日礼物的小心思哦 对妈妈妈的感觉